当年两位老师加入猪团的时候 都很年轻 我知道两位认识很久 二十几年 二十六年有 四三老师现在是团长 其实当年加入猪团的时候 很年轻 大二 大二 大学二年级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 当年你加入猪团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其实我自己 因为不是从小念音乐班的 我是高二的时候 才开始学习打击乐 那当时因为真的打击乐 比较冷门的乐器 那就很幸运地 考上国立台北艺术学院 就是现在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对 然后那时候 其实猪中庆打击乐团 已经成立了 然后也有一批 就是创团的团员 他们已经很活耀 在推动打击乐器的演出 所以其实我就是 台下很热血的那个观众 可是我一直很想加入 可是又不得其门 而后来终于经过人家引荐 就是朱老师让我 愿意让我加入乐团 可是那时候 每首乐曲的声部 都已经分配好了 所以我也只能够 已经满了这样 对 已经满了 所以我也没有机会 真的上台演奏 我就是帮忙老师 准备茶水 乐谱 或者是跟着学长姐们 一起拆装乐器 那时候我也会跟着 全台湾去巡回 只是我没有机会上台 就是在旁边帮忙 做见习团员这样子 可是我其实可见你对于这个乐器的热情是什么 就即便你不能上去演出 你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巡回 因为我觉得在旁边也可以学到很多实物性的东西 所以我也很鼓励学生 纵使你没有机会上台 你在旁边看 你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搬乐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必备的功课 如果如何拆装乐器 如何setting所有的舞台上的一些装置 我知道两位老师其实即便到了目前你们的地位 我们还是要自己拆装 永远都是自己拆装 我们拿这个当健身 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打击乐很重 健身房 做一些重力训练是差不多的 他才讲说 打击乐就是一种团队精神 因为你在怎么厉害 你一个人做不了的事 因为这个乐器一定要两个人装才装得起来 所以说很多事情来讲 打击乐器真的把人与人聚在一起 所以老师后来是如何可以上台去演出的 如何就是刚好有一次 有一个学姐 她就是暑假的时候要跟家人出国游玩这样子 可是刚好那时候有接了一场演出 就缺一个声部 那朱老师就说 那师生你来先代替一下好了 好啊 好啊 当然好啊 对对对 我就练习这样子 后来可能是那一次演出还算就是堪用这样子 老师你太客气了 所以后来有新的乐曲要发表的时候 那个声部分配就有我的名字了 对我就可以 朱老师都会想到你 对 就可以一起跟学长姐们上台演出了 对对对对 我其实知道阿琪老师也跟师三老师还蛮像 也不是说从小就像现在很多音乐家 从小就是音乐班上来的 我是从小放牛班上来的 是真的 对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打击乐改变我一生 我常常讲说 常在外面跟大家讲说 你看我因为一个才艺改变我一生 怎么说呢 真的 以前你在这种环境里面 因为你学了这个乐器 让你有未来 因为然后你走上这个乐器 让你从不一样的舞台跳到国际舞台 真的是人生有几个像我这么幸运的人 这是我真的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谢的地方 你看朱团从今年年初开始有多少音乐会 刚刚阿琪老师数了 对啊 我们春季音乐会 然后马上就是国际打击乐节 你看我们连续的那十天 从全省三十场 对 真的很夸张 这么多全世界最厉害的音乐家来到台湾演出 完了以后我们马上又办国际打击乐 对 夏令营 对 夏令营 马上又鹅巡 两位老师 你们是挑什么时间你们可以一起练习的呢 因为我看你的行程 我们常有时候挑半夜不然就很早 对啊 然后就是而且阿琪老师七月份的时候又带二团去大陆做巡会演出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挑那个真的是很空隙零碎的时间 因为乐团的排练很满 对 然后比如说阿琪老师去大陆巡会的中间有两天的空档就马上赶快请他回来练一下 真的吗 对 真的 特别从中国大陆飞回来 或者是对 然后夏令营小朋友去吃饭的时候 我们赶快中午两个人在琴房摸一下 对或者是乐团的团练是其实一直排满的团员要练习 然后我们就去外面到处借琴房来做练习 或者是就是我们就是堆乐器的仓库 我们就把乐器箱往旁边拨一拨 有一块小空地 然后把乐器搬一搬然后在中间练习一下 因为我们两个个性是我们是属于小我 小乐团是一直到我 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小我去影响这么大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当然乐团的活动跟演出还是摆在第一位 对 因为阿琪老师真的把他们自己当成自己的 就是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过年的时候担心他们没有新衣服 还特别从台北批货去送给他们当新年礼物这样子 对啊 就是真的好感动 所以他们也愿意拿出所有的能量来回报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